作词 李宗盛 只知道是真青春年少 你回眸一笑 心一伤就笑 不问前程只问你如此独角 心也好 醉也好 两情相约 尤其在盛世伴中 喜也好 怒也好 红衣淡沙长戒烟 苟白亦争吵一了 纷纷扰扰是红尘喧嚣 梦里梦外明月总相照 手里刀花开 陪你追暮着 一些煤炭醉尽照 煤炭醉尽照 什么人敢私闯童府 还不快赶出去 他既然敢闯童府 为何童府不敢待客呢 晚生蔡丰元见过同老爷 同夫人 蔡公子如此大礼 老夫当不起 丰元今日特来请罪 也是来请求 我们与你非亲非故 无怨无仇 你有何罪起 又有何侍求 丰元 未经二老准许 与英红姑娘私定终身 故来请罪 晚生对英红事成一片 至死不渝 故特请二老批准 晚生为英红 戴孝守墓 笑话 小女生前从未婚配 若是让你戴孝守墓 岂不污了她的名节 请二老准许晚生 以未亡人的身份 够了 滚 吐龙人 英红对你阴阴期盼 你却畏首畏为 毫无担当 害我英红自寻短见 一尸两命 你还有脸上门请求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是 一尸两命 你和我 这些都是我的错 蔡公子 对不起 不好说我自己 师父 错过你 对不起 蔡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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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 佟老爷与女儿 不曾亲近 故而 直到事情发生了 才知道实情 老父 悔不当初啊 可是佟夫人 月月带着英红进庙上香 八年来 竟也毫不知情吗 他们即使要瞒着 自然是小心防备 我表姐怀孕四月有余 腹部已险 难道旧母 也未曾发现 不 我纵是舅母没有亲手 吊死表姐 也是刻意让事情做大 我舅父 只此一个女儿 又不是你亲生 日后家产 柳儿 妹妹 兄长糊涂啊 陶大人 孤公子 请恕老朽 招待不咒 不送 招待不咒 你 不送 蔡公子 蔡公子发生什么事 陶大人 可有向你提起过崔某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死了以后 蔡公子对英红小姐 是情深义重 至死不渝啊 想必 蔡公子是不会让英红小姐 泉下寂寞的吧 可怜这英红小姐终身未嫁 这蔡天之灵孤身一人 连个依靠都没有啊 你慢走啊 她是在等你啊 不可一致 对 紫月 温固而知心可以为师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 原来一锤夫人当人为我做媒 并不是真心的 原来大人还在温习就案呢 她只是想借助我先令的身份 将英红小姐的事情激发出来而已 大人英明 传闻一锤夫人心思极密 今日一看 果然名不虚传 怪不得 让一锤夫人如此着急 那英红小姐 确实是等不了了 若是蔡风云 因我而受到激励 抢先去向英红小姐提亲 那岂不是坏了大人的名声 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名声 若是能为蔡风云和佟小姐成其所好 这不是一桩美事吗 大人心胸宽广 金某佩服 可惜了 可惜那蔡风云太过自卑 让英红小姐失望至极了 少爷少爷 不好了 听说那蔡风云投河自尽了 啊 投河 死了吗 死了 死得透透的 糟糕 虽然糟糕 却也证明了 她对英红小姐的一片痴情 英红小姐果然没有看错人 金某觉得她尚有未尽之言 再有未尽之言 只能去跟英红小姐讲了 我 少爷 蔡风云的尸体已经打捞上来了 你要不要去看看 走走走 罢了 她内心纯净 又何必平添污浊啊 少爷 听说这丹阳县的元宵灯会 一点都不比京城的差呢 我这身衣服还行吗 少爷穿什么都好看 瞧少爷心急的样子 前几日还愁眉不展 不敢过元宵节呢 前几日 前几日 衣锤夫人给我做梅 可惜了 英红小姐 还好那童老爷及时醒悟 给蔡风云收了尸 跟英红小姐明婚了 不然这英红小姐在天之灵 更不得安息了呢 恐怕 这又是玉锤夫人的功劳 嗯 顾舍眼花 不知姨娘可是来与舍儿 佳结团聚的 姨娘耳窥 不知舍儿说的 可是团聚二字 姨娘如此仓皇 可是又何事 哪里仓皇 天尚未黑 难道姨娘只能深夜才来吗 隐匿之人 自然只能夜醒 姨娘是隐身 舍儿 你可是隐心 听闻姨娘 去追江湖高手 没追上 墨子 这墨子 凭那三寸不烂之舌 游说天下 都说贤枝公子一笑难求 看来只是遥传哪 贤枝儿 最近 是不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啊 好 走 我走 我走回来 走回来 小三寸 走回来 快走回来 太热闹了 是啊 哎 少爺 你看 今天正月十五 这么多人来看花灯 不如我们猜个灯迷如何 好主意 良辰吉日 陪他玩玩补房嘛 咱们按照每年的惯例 谁猜出的灯迷最多 我这个特质的大灯笼 就讲给谁 哇 好棒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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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客官 欢迎来到竹子节牌艺店 本店新品 各价热卖 欢迎各位前来挑选 出竹街 本店还提供送货到股 出竹街门口店小二为您服务 进去看看 去 孤社 喂 孤社 teacher 这儿呢 孤社 孤社 这元宵之夜乃是元月十五之夜 元者十夜 新年一时万物复苏 欢庆结束后百姓各司其职 百夜带兴 初一至十五时乃一年之初夜 秦兄此言难免俗落了些吧 这年节年节何为年 岁末为年 何为过年呢 初一为过年 所谓过年即使将这岁末之年过了 取收尾之意 而三岁孩童都知道 过完了这十五才算是过完了年 难道秦兄不知 事故这初一至十五 是乃一年之尾才是 郑兄为了得到今年这登陆之王 不惜要将初一改在十六了不成 二位宋师所言都极为有理 今年的登陆王争辩赛 也是精彩绝伦 不如咱们请顾设顾公子 给大家评个高下如何呀 好啊好啊好啊 顾公子从来没有参加过登陆王的争辩赛 所以他的评判才是最公正的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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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公子啊您看今年的登陆王 给他吧 给他 啊 陶大人 陶大人 十弟啊 这么大的登陆王 这么大的登陆 嗯 顾车呢 我知道啊 那个人跟你有仇吧 无缘无故给你这么个笨种东西 扔也不是留也不是 你这个人怎么抢人家登陆啊 谁要抢这笨东西啊 奇怪啊 大大人 皇兄 贤侄来了 快快有请 顾公子 请 贤侄不必动 来 少爷不中吗 我帮你拿会吧 不中 少爷 刚刚那个登陆上的怪人 说的一点都没错 那个顾公子就是跟你有仇 要不然 干嘛非塞给你这么个笨种家伙 我倒是 希望能与他有仇 现在 平水相逢的 人生 一点瓜葛都没有 少爷 你看那艘船好漂亮啊 是啊 咱们过去看看 贤侄 许久不见 甚是想念 你就跟朕回去吧 你不知道 这朝堂上快闷死了 你爹 你外公 还有那个 史太尉 他们三个谁也不让谁 气氛诡异得很 朕家在他们三个人之中 难受之极啊 朝堂之事 乃天下大事 非顾设者等 生斗小民可以染指的 莫非 显知还在生寡人的气不成 你我从小一起长大 自幼便是寡人的半徒 这等感情 岂是说放就放 难道 你真的要跟朕老死不相往来吗 我兄长连无虚 也是自幼与你我一起长大的 可是现在 却阴阳两相隔 你要知道 连剑杀的是史太尉的独子 那史太尉为掌管天下兵权 朝中一半的将军 都是他的羽翼 莫非 你想要朕与他对立不成 顾设不敢 再说 朕当日已经派人去阻止行刑了 只是你爹 我爹他心系天下 刚正不恶 陛下是最了解他的 你以为寡人是故意延迟阻止 好让你爹下令 顾设不敢 这天下还有什么是你不敢的 听说你要出海 什么都瞒不过陛下 你都瞒了朕三年了 若不是这次羚羊闹海贼 我还真不知道你在这里 不设并非刻意一瞒 也是 你若真想销声匿迹 恐怕 这世人 再也找不到你了 谁 好果子 顾小贾 你们怎么偷偷跟来了 怎么着 这路是你家开的呀 别人还走不得了 你们偷偷跟来 还有理了 谁偷偷跟来了 你这大半夜的鬼鬼缩缩缩做什么呢 不要你们管 你 公子 我们家少爷有起 这位先生 我们素不相识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就不去了 我家少爷在里面呢 请 好果子 你在这等我啊 少爷 客人来了 有请 顾 顾舍 你就一直拿着它 你给我的 见过这位 这位小哥 谢谢你请我过来 真 真没想到 还有这么丑的灯笼 这灯笼 挺好的 来 请坐 好 公子怎么称呼啊 我叫陶墨 姓陶名墨 字呢 七比 毕兄 这位陶公子没有字 没有字 我爹不识字 他憋了三个月 才取出个名 没有 没有字 那你没读过书吗 教书先生 没给你取个字吗 没有 那这位先生不够格 这样 我看你有趣 我帮你取一个如何 提到丹阳 众人自然会联想到墓眠 敏 不好 我还没说呢 怎么就不好 毕兄有所不知 这位陶公子是丹阳县令 丹阳县令 我虽然不识字 但是我要做个好官 而且啊 我已经开始读书了 我还是此生第一回听说 有人先当官后读书的 这丹阳县令 为何不能取棉字 毕兄有所不知 陶大人自有体弱多病 所以叫木棉 有病榻绵绵之意 好吗 还是这么咬文嚼字 不过你挺了解他的 有道理 那你说叫什么 顾舍不才 身为陶大人的十字先生 这个问题 就由我来费心思吧 那也好 时辰不早了 我们就告辞了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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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朝堂外有意思 朕还是第一次 被这朝堂外的人输了 你又何苦非得找来不可呢 若不是卢长老 最近露出那么多刑迹 我又如何找得到你呀 少主人 都是为了你的新主子 你跟着我爹的时候 也就好果子那么大吧 你已见过他们 我就不明白了 你那少东家有什么好的 呆如木鸡 不仅我帅 少主人既已将我逐出教庄 又何苦来寻 我只是将你赶下了披泥山 可从没说过逐你出教庄啊 有何区别 披泥山下一路追杀 卢猛奄奄一息 要不是遇上了陶老板 陶老板 你以为陶老板 为何会在那人际罕至的山崖下遇到你 若不是你奄奄一息 他们如何肯放过你这么多年 又如何肯放过我这么多年 难道 陆长老 你应该不会以为牧春还是当年那个孩子吧 还是会向你撒娇耍赖 少主人 如今 魔教需要你 我此行便是来带你回去 毕竟是我赶紧下的披泥山 也该由我亲自带你回去 可如今卢某实在放心不下那个傻子 少爷不傻 他只是单纯 他不傻 他父亲死得不明不白 他连杀父之仇找谁报都弄不清楚 那是因为他宅心仁厚 不被仇恨蒙蔽了 少爷有他的复仇之路 怎么复 当个好官 别说话 你如此保护他 他何时才能长大 他刚才说 要保护谁 没听清楚 怎么突然没动静了 不如我在这说给你们两个听 你不是灯会上那个怪人 这不是灯会上那两个傻瓜吗 你们的蠢灯笼呢 放在 少爷 少爷 你回来了 老桃 这位是 这位是老桃的一位故人 他叫 牧春 原来是这样 我叫陶末 老桃的故人 就是陶末的故人 你放心在这里住下 没有人会赶紧走的 炉长 看来老桃这位新东家 倒是比之前的东家大方多了 你认识老桃原来的东家 何止认识 那可否将给我听听 这个嘛 少爷 此刻天色已晚 不如早点休息吧 哦 我倒是没关系 反正平时睡得晚 那 少爷 牧春是客人 哦 那 牧先生早点休息 我们改日再聊 走 我走 嗯 这丹阳县 还真是个有趣的地方 莫非少主人是想 准了 好 公主 就是这舟船 倩儿还是如此喜欢舟船 咱们皇上啊 自小就喜欢乘船骑马 头一回骑还是你带得骑的吧 是啊 那时候 我还为此受过父皇的责罚 皇姐好记性吗 陛下 陛下 皇姐快快请请 陛下怎么回来了 不回来怎么能听见皇姐 在叫我一声 倩儿呢 你已是万金之躯了 不肯在小孩子起 朕知道 皇姐为了倩儿能够继承皇位 不惜跟自己的母后翻脸 宁可舍去自己的亲弟弟 倩儿一定不会辜负皇姐的苦心的 你只要知道 皇姐所做的这一切 是为了父皇遗旨 也是为了镇石江山 倩儿明白 明白就跟我回宫 走了 这不 倩儿乖乖回来 想皇姐自图罗网了吗 还说想 你知不知道 自从你登基之后 周边是危机四伏 往后不能这样任性了 倩儿明白 其实倩儿这次来 是为了网罗英才的 好事啊 有没有网罗的 太难了 倩儿不必多虑 天下人才为天下是所用 天下是陛下的天下 只要他心属陛下 无论他是在庙堂也好 江湖也罢 都是陛下的人才 陛下不必多虑了 只怕他的心 不再镇这儿了 开门 干什么干什么 快开门 开门哪 干什么 闪开 这里又不是你们秋府 用不着你们替同家出头 你们两府的人很有完没完啊 闹完秋夏闹童家 若不是你们秋府不属心 我们怎会无是生非 你们现在就是无是生非 不跟你们废话 我们是来找童老爷理论的 在干什么 你们凭什么找童家 就凭童老爷 想娶我们家少爷的未婚姬 你 管家 我们要见童老爷 童管家 不必理会他们 晚没有我们的 放心吧 干什么 干什么 来 住手 都住手 光天化日 公然聚众斗殴 你们都想吃牢饭了吗 少爷 这县衙每天都有人打扫 我亲自检查过的 很干净的 古葬 你觉不觉得 这县衙大堂 最近好像很清闲 那说明县里太平 大人治理有方啊 金师爷 我们今天 就在县衙大堂听学问 好不好 大人 今天的学问怕是听不成了 为何 童家门前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秋家小姐两年前 本是许给了林县梁家的少爷 可不知为何 如今又许给了童家 梁家听闻此事 特到门前讨个说法 童家 童家 那有何人识婚 童老爷 那 秋小姐 今年方林几许啊 听说是双十年华 双十 那岂不是比他刚去世的女儿还小 对啊 正是 那童老爷怎能如此 况且他不是还有夫人呢 走 我们去看看 大人莫急 崔主布已经带人去处理了 稍后便有结果 大人在这里等候便是 等待 太过无聊 我们还是去看看吧 也好 哎 少爷等等我 崔主布 这事就有劳崔主布了 嗯 告辞 哎呀 有劳崔主布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说 好说 请童老爷放心 只要有崔炯在 就闹不出什么乱子 我家老爷的一点小心意 书下 莫要嫌弃 童老爷这是客气了 平日里崔炯承蒙童老爷照顾 这点事是应该的 封原今日 特来请罪 滚 童老爷 害我英红自寻短见 一时两命 一时两命 蔡公子是不会让英红小姐 泉下寂寞的吧 她是在等你啊 原来一锤夫人 当人为我做梅 并不是真心的 大人英明 传闻一锤夫人心思极拟 今日一看 果然名不虚传 少爷少爷不好了 听说那裁风员 托河自尽了 啊 托河 您娘如此仓皇 可是有何事 您娘是隐身 舍儿 你可是隐心 顾公子 您看今年的灯笼王 对她吧 骗你 恭喜陶大人 获得今年的灯笼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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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他心喜天下 刚争不恶 陛下是最了解他的 你以为寡人是 勿意延迟阻止 好让你爹下令 故事不敢 你若真想销声匿迹 恐怕这世人 再也找不到你了 少主人 如今 魔教需要了 怎么突然没动静 不如 我在这儿说给你们两个听 这位是老陶的一位故人 她叫 穆春 皇姐为了倩儿能够继承皇位 不惜跟自己的母后翻脸 宁可舍去自己的亲弟弟 倩儿一定不会辜负皇姐的恐信 你只要知道 皇姐所做的这一切 是为了父皇遗旨 干什么 闪开 这里又不是你们秋 用不着你们替童家出头 住手 光天化日 公然聚众斗欧 你们都想吃劳饭了吗 童家门前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秋家小姐两年前 是许给了林县梁家的少爷吧 可不知为何 如今又许给了孔家 梁家听闻此事 特到门前讨个说法 请童老爷放心 只要有崔炯在 就闹不出什么乱子 好 好